接著呢我們來看在醫院當中經常會用螢幕來監測著病人他開刀的時候的影像 並且透過螢幕這個外科醫生可能會跟他的手術的團隊員來說明我們將如何如何進行手術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在這個說明的過程當中這個說明的手指頭如果沾黏到細菌再去繼續做手術的時候 可能就會把細菌帶到病人的身上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要避免的事情 那我們透過這兩個圖片來說明這樣的事情可能如何發生的 首先我們了解到呢傳統的Screen就是這個螢幕呢 它是讓電子槍的電子打向一個螢光幕 而螢光幕呢當然就要帶震電 所以電荷呢帶電子帶負電才會飛向這個震電 電震電的螢幕 所以這邊一般來講呢螢光幕上面是充於震電吸引電子撞過來 就在電子撞過來到螢光幕的時候可以讓螢光幕發光 這是螢光幕的影像的來源 這傳統的陰級射線管的設計方法 那由於這個地方帶著震電 這個螢光幕帶著震電 所以這邊的震電會經常的吸引在手術房當中的空氣裡面 可能有的帶負電的例子 帶負電的例子很明顯要往這邊吸引 當然也有可能是電中性的 但這個電中性呢可能會因為這個震電盒而產生了一個感應電荷 就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銅棒這邊感應出負電 而遠方就是正電 所以這個負電呢會向這邊靠近 雖然正電跟它排斥 可是負電比正電來的靠近於螢光幕 所以它的吸引力是大於排斥力的 所以這整顆譬如說電中性的某一個dust 一個塵埃可能就被吸引過來 當然也可能這是一個細菌 也可能是一個細菌也會被吸到螢光幕上面 黏著在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如果有很多很多的細菌黏著在螢光幕上 而我們的手術人員帶著塑膠手套 塑膠手套會帶著負電 因為這個塑膠就像我們剛剛所講的塑膠梳子一樣 摩擦之後容易讓它帶負電 所以這個負電呢會吸引這個正電核 吸引這邊的正電核 所以如果很靠近的時候這個正負電之間的吸引力 可能會強過這邊的正負電的吸引力 所以這個塵埃可能被吸上來 或者這個如果是個細菌 可能被吸到塑膠手套上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可能把它吸上來了 也許這要幾 只要幾公分的距離呢 這個塑膠手套就可能把這個螢光幕上的細菌 就吸到這個手套上來 很可能在下一次 緊接著的這個手術的過程當中 可能就把細菌帶到病人身上去了 所以這是在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都會這個跟手術的人員 來要求他們在看這個螢光幕的時候呢 他所帶著塑膠手套的這個手指頭呢 不能非常靠近於這個螢光幕 避免把螢光幕上面的細菌帶到手套上 然後造成這個病人的感染 好 這是一樣 是一個靜電的作用 會發生在各個場合當中 特別在手術房當中 我們會盡量的避免 不只是塑膠手套 醫護人員為了避免病人的血呢 可能會沾黏到醫護人員身上去 所以他們可能會穿一些圍裙 圍裙呢 如果是用塑膠做的 一樣會帶著附電 所以也很可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 好 所以這是我們在手術房裡面 急需避免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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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